在去年的也就是二二年的三月份 给大家拍过一期这种视频 当时给大家说的就是说 这种逆变器看起来里面用料很足 应该是足功率 但是这个逆变器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就是容易坏这个主控 这个主控又是有程序的 一旦坏了之后就只能报废 只能当垃圾人 那么刚好今天又碰到这样一个逆变器 我刚拆开 看了一下这个结构和之前的一模一样 然后我这里还有一块尿板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板子 它这个地方有没有损坏 如果损坏的话 我们就不浪费时间了 也就不用修了 我们来说一下它这个通病是什么 大家也可以去翻一下我之前那个视频 就是去年三月份发出来的 2022年 当时我也录了 我们说这个逆变器很垃圾 看它用的很好 其实不值得买 我们来说一下它这个单变器 它是一个5V供电 5V供电来自于哪里 来自这个前级驱动 它是采用3525的一个驱动 这个3525的第16角 它有一个5V的基准电压 那么这个5V的基准电压 它就给这个CPU供电 我们看这个单变器 我们可以直接量这个16角 测量这个16角 它已经对地短路了 这边我记得是电容的负极 就是D 已经短路了 那么这个电容 其实这里有一个电容 它就是给芯片输进去的电压电行滤波的 大家看已经短路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我们把这个板把它取下来 我们看一下这个板是不是这个问题 这个板如果也是这样短路的话 我们就真的是不用修了 我们直接测这个电容量端 这个也是短路的 那1689就这个坏了 我们现在来把这个 你看单变器是从这个角输入的 我们把这个角给它 把它这里切断 切断之后我们来测量一下 如果切断之后 还短路 那就说明是外面的问题 如果切断之后不短路的 那就是芯片短路的 那就只能气修了 好我们把这个先切断了 我们再来测量一下 它这个修过了吗 这个是别人修过了 这里应该有个电容 怎么像炭掉 看到没有这里有个电容 我现在才看到 我们再量一下这个CPU的这个角 好这已经切断了 我们可以看还是短路 那么基本上这个芯片就百分之百的废的 那也就不用修了 这个那边去 这个应该是个二修机 我现在才知道 是的 你看这个管子 这里好像就动过了 这个管子 大家看不到吧 这个管子 下面这个角好像焊过了 看到没有 这是一个二修机 然后这边芯片都打磨 看到没有 这个芯片 这个芯片都打磨了 看不到型号了 那这个逆变器就不修了 只能报废了 当然有很多人说 拿这种逆变器不好 买哪种逆变器好了 其实我修了这么多逆变器 这是我保存下来的一个驱动版 其实这个驱动版设计的非常好 虽然它也是单片机的 但它这个对单片机的保护 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它这个死区 是用硬件在外面做的死区 用这一个以飞门做的死区 然后这边是前级驱动的 单独的供点 我觉得这个驱动版 是非常好的 但当然这个也不能说 用在这个上面 我都把这个板子留在这里 以后有机会来研究研究这个板子 看能不能按照这个板子 能不能来搞一个逆变器 自己搞一个逆变器 有机会给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这个板子的一个电路设计 看为什么说它好 好 那本节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